好了,標註我們只剩下標註編輯 我先把這個標註監控先關掉 把標註編輯原則上 我們一期一直在用,最常用的第一個是測點編輯 測點編輯第一,像我的如果對標註文字進行編輯 標註的那個標註線進行編輯 這些本來的測點編輯就可以 或者是在它上面久一點 在它上面久一點,你也可以調整 像這個是文字的測點在上面久一點,垂直至中 或者是我想要有引線 你可以這樣子編輯 或者是之前一直常用的,直接對它按右鍵選性質 二鍵選性質就所有你在這裡面 你在標註形式裡面的所有東西幾乎全部都可以調了 幾乎全部都在性質裡面可以調 所以它也會分一般雜項,這是物件的性質 限於箭頭,文字類,填路類,單位類,對照單位,公查等等 全部都有,全部都是這裡調 所以這兩個是最常最常會調整的 那當然其實它有針對標註編輯有給你指令 有給你指令 那那個指令,它把它拆開來 例如說像這個 一二三四五,這幾個都是 這幾個就是,你注意看 它下面有寫,DIMEDIT 然後,這也是DIMEDIT 標註編輯,標註編輯它就有一堆編輯 你可以歸位就是它回到遠來的位置 心質旋轉傾斜,就是看你自己選一個 那,隨便啦,歸位好了 選它,確定,這樣 它就歸位了,反正就 這些尺寸嘛 對不起,這些編輯上 然後針對文字,針對文字的編輯 那裡還有一個叫DIMEDIT DIMEDIT 下面這個 然後,你選這個文字 文字下面都有靠左靠右字中歸位角度 這是指針對文字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不太需要再看這個東西 因為這實在很麻煩啦 這個,你大部分都是按右鍵 直接去改就好 不用一直再去背那麼多指令跟按鈕 那這個就是標註的編輯 所以最後還是回歸到兩個編輯 一個叫測點編輯 第二個叫做性質編輯 來,試一下